学不学不 二倍学不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是要看到的 是由冷酸林冠名播出的 娱乐尖锋 娱乐侠喜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佳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周日演唱会 那么今天的演唱会呢 想必听完之后啊 大家都会回到自己的青年学生时代当中去 因为呢 即使作为90后 一听到像童中的你那些花儿这些歌啊 还是挺有感触的 但是作为80后青春的集体记忆 这些歌像老郎和朴树 都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 对于成长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 这就是一种情怀 那么就在这个月的16号呢 老郎和朴树来到了位于北戴河的阿纳亚社区 他们呢 就像隔壁邻居一样 在海边带大家开启了青春记忆 哎 美人 舞起来 没人呀 美的哪让人爱 没人呀 没得哪让人爱 不知你从哪里来 你为我们而存在 别怕我的心伤害 美人呀 美的那让人爱 是梦儿把你送来 你为我们而存在 我请你不要离开 美人呀 世界变得太快 你的美还在不在 我们最好别徘徊 最好别再傻等待 美人呀 世界变得太快 你的美还在不在 最好把握住现在 问你明白不明白 明白不明白 11月16日 朴树和老郎一起为阿玛雅的社区居民们 呈现了一场独特的音乐会 此次的音乐会更像是朴树和老朋友老郎 和林里的一次音乐记忆分享 当天老郎和朴树先后上台演唱经典歌曲 并未同台合作 让小编觉得可惜 不知两人私底下可是有交流 都下都下都下吧把街都交给他吧 自然的像植物放在哪放在哪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now There's no good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动物 Open now open now 我爱着快乐 我爱着快乐 爱自慢快乐 当我在阳光下 我爱着冲动 给爱着冲动 配当我迎着风 直接研发 到阳光下 放在哪 放在哪 Let's try let's try let's try now There's no clue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动物 Open now open notch 看头人生 你他吧 放开人生 你他吧 百分眼神 像植物 放在怕是什么 Let's try yeah 放开吧 Yeah yeah 放开吧 老郎在现场并未多话 一首接一首的围围而来 而性格内向的朴树 却是在几首歌后 放下吉他好好的要聊几句 让现场观众感到不善言辞的朴树 有种莫名的可爱 今天我们家来了好多人 我爸我妈 然后我媳妇 然后我张不娘老张的 然后 张不娘的张不娘的姐姐妹妹 然后还有还有还有 那个姐姐的女儿 然后还有我哥 我嫂子 我我哥的张不娘 哈哈哈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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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Metophony radio That's come out radio I was in my mind I brushed a mirror Metophony radio That's come out radio I was in my light I brushed a mirror I brushed a mirror I brushed a mirror 当年白衣飘飘的少年老郎成为了穿黑色西装的老郎大叔 当他站在台上唱着青春的歌的时候 时间好像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倒退 退到那个曾经的大学时代 有人说老郎的歌温暖的像被窝 他的歌声中国家的回忆带来的那种叫情怀的感觉永不老去 岁月不留恨 忘了相亲相爱的人 你我也曾老连相片都看不清 只有你的小东西还藏在我的日记本 可这两颗心的红叶 那是我的青春纪念 每个午后又回到我们的小鱼 秦桀回到法院 珍珍凉凉的女生 从阳光中走来 那销声一路荡年飘荡 在凤凰树之间 偶尔回眸的一双眼 刺痛我最深深的离别 岁月不留很忘了相亲相爱的人 你我也藏老连相片都看不清 只有你的小东西还藏在我的日记本里 可这两颗星的红叶 那是我的青春纪念 出声优渥 才华横溢的老郎 一心走上了音乐道路 被誉为是校园民谣之父 而朴树呢 因为销售的身形和优越的气质 被众多听众看作是民谣界的流浪诗人 现在呢 很多年已经过去了 一直平和安静 向退休人士的老郎 站上了我是歌手的主流舞台 给情怀市场呢 带来了一针强心技 白话书间的少年朴树 依旧还是少年时候的模样 时不时呢 为文艺电影献唱主题曲 但是依旧对大众保持着最安全的距离 其实呢 无论是年岁把两人变成了什么模样 只要一哼起歌我们就知道老郎还是老郎 朴树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朴树 我是你 先坐窗前的那棵香树 我是你 初次流泪时手边的树 我是你 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 我是你 秋天穿上的初初衣服 我要你 打开你 挂在夏日的窗 我要你 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 我要你 注视我 注视你的目光 让我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 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 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 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 在大街上 琴弦上 寂寞成长 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 在大街上 琴弦上 寂寞成长 老郎出生于高知家庭 父亲是航空航天的总工 母亲则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 大学主修无线电的她 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1990年的暑假 老郎和高晓松 收到了海南一家歌厅的驻唱邀约 反称是因为路费不足 在厦门停留了大半年 《同桌的你》 《白玉飘飘的年代》 《青创舞会》等传唱多时的作品 得以完成了初稿 在1994年 大地唱片发现了影响深夜的专辑 《校园名谣一》 以在乐坛打滚数年的老郎 凭着这张专辑 实现了近60万丈的销量 轻量中带点沧桑的身线 老郎是唱进了校园的天然和美好 你的怀抱让我猜接难逃 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 等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记得我们分手那天 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 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 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 地铁列车接下所有的人匆匆试过 下次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 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 在你面前我猜接难逃 那些照片早已笑着了回去 可那些回忆算过天也点不着 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 你的怀抱让我猜接难逃 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 等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父母都是北京大学教师的朴树 在1993年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英语系 第二年为了音乐创作放弃了学业 这本身就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择 可以看出朴树非常的独立自我 并且对于音乐拥有极强的诉求 所以专辑《深入夏花》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然而从1998年到2013年 他只有不过26首歌曲 乘起一场演唱会都会困难 之后在大红大紫的状态下 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好多年 基本拒绝所有的媒体 没有绯闻 也机会和陌生人打交道 直到2014年 一首《平凡之路》 再一度让朴树空降各大音乐榜单 正式宣布他回来了 老郎和朴树可以说是那个年代 第一波开始唱民谣的人 他们都拥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老郎是人间烟火 朴树就是诗和远方 在民谣风升起的当年 他们就是音乐圈独一无二的标杆 只是有段多没理由 遗憾的世界 能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我腾愿愿的世界 我腾愿方看来 祝你一面之约 职地流连人间 为它而阔变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我隐形你永不能再回来 我在这里啊 就在这里啊 我隐形你永远的瞬间 我隐形你永远的沙马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 我隐形你永远的沙马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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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在10月16号唱响的音乐会 昨天是登陆到了网络媒体 不过截至到今天只有4.5万的播放量 相比与其他造势颇大的直播演唱会 确实成绩不算太好 但是当天在阿纳亚音乐会的现场 秋天海边的寒风并没有阻挡慕名而来的乐迷 大家是齐聚在舞台的周围 热情满满全部都送给了老郎和朴树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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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alar啦 last foiled 在你的心中 被风吹走 散热在天涯 为那一道呢 一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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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热的 能够热的 只热啦 只热 他们已经 被风吹走 散热在天涯 他们都拉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我们就这样 各自奔天涯 每一波成长起来的人 都无法回避要从他的跟前走过 刻上《我的青春》到此一游 这是每一个到现在还会听老狼和朴树人的内心写照 他的歌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大学校园 有穿着白裙子单纯的姑娘 有草地上的吉他手 有初次牵手的忐忑 有对未来的期望 一首《同桌的你》是引发了现场首次千人大合唱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一种说起 喜欢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烂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遥无际 转眼就割满东西 谁遇到多少伤感的你 谁爱美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 谁把它丢在风里 从前的日子都远 你去 我也将有我的痴迷 我也会给他看相遇 给他将冲着的你 谁娶了多少伤感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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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抬起 谁给你做了嫁衣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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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朴树CALIFER DES的歌声中 遥远的青春影像和今日的身影重叠 似乎有种幻觉 让你觉得时间并没有真的改变 往事伸手就可以出摸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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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FY2020的 Lalala Dropa Lalala Dropa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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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bol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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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陣風 越過身邊 當你做生活的瞬間 忽然間 想要去很遠 和你去看繁華世界 Imagination Never lose my pass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I'll never retain Before our destination It's on my way It's on my way All the colorful day It's never lose my passion 千人其唱的場面 足以令每一个置身器中的人感动 而这种感动 源于老郎和朴树 一如既往的诚恳 更源于一个群体和青春 有关的共同记忆 好久不见的你们 好久不见的我们的青春 许比许比 阿贝兄弟 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 您现在就看到 是有冷酸铃冠名播出的 娱乐金风 娱乐虾喜八面通 大家好 我是孟佳 在这里呢 要再次感谢南国立人 给提供的美容支持 今天的好歌分享呢 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想必有些朋友还没有听过影 没有关系 节目的最后呢 咱们再来看看 在10月16号 音乐会当天的情况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咱们继续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带离近藏牌 待月近悲欢 心放全知凡 军衣城满面 雾泥满城 好个白发 迷途人 今日归来不晚 才下桌满天 明月做烛台 呀呀 已归来呀呀 已归来呀呀 已归来呀 一枯难被传 呀一呀 累为烦 心思里陷间 莫说天不雅 呀还不忘 纵然归城许万载 今日归来不忘 已故人重来 天真做少年 你的什么也 眼眸上北如雨 你的什么也 眼起脸 笑得像满月 被我那人间 千百回 一生老四叠 魂 wake 羽影还烟 从此拥留身边 夜 要找男人 面前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